现在地球村时代已经来临了 新北市政府为了让孩子和世界接轨 订定了新北市推动国际教育行动方案 积极培育孩子拓展国际视野 预计四年编列两亿多元的经费 新北市国际教育特色 以丰富人文资源和多元自然景观为基础 希望加入创新的教育活力和特色亮点为号召 建立教育品牌来增加国际之间的交流 新北市政府从今年度开始 配合我们改制升格为直辖市之后 积极推动国际交流一个教育 所以也特别研定了 新北市推动国际教育的一个行动方案 那么除了持续的办理我们多元文化的 这个课程跟教材的研编之外 也会来研理国际理解的相关的教材 加强我们学生的国际观 教育局预计培育25个种子教师 20个接待大使以及5个接待家庭 使新北市各级学校的青师生都能一起拓展国际视野 在我们计划里面我们预定来培育25位的国际交流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教师 那么来协助国际交流一个推动 同时也会来培训20名的国际交流的 这个学生的一个接待的大使 同时也会规划那么5个接待家庭的一个系统 国际化是全球都市的发展趋势 新北市希望透过四年计划 结合现有的教育资源 来提升青师生的多元文化素养 天外天新闻沈正宏林景云 新北市采访报道